都说重庆出美女 此前重庆国际小姐前三强选手照片一公布 引来社会一片吐槽 这照片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8月6号 这三人首次于赛后以素颜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去静老院慰问孤管老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吧 一席清凉白衣的重庆国际小姐冠军阎盟 与简洁黑白上衣搭配的亚军杨安琪最早来到静老院 与之前在网上疯传图片中的形象相比 素颜打扮的他们比比赛荡满的造型妆容要好看许多 在为老人们派送水果的间隙 之前网络争议最大的季军陶玉杰也出现在了现场 一身运动休闲风的他显得更为亲切 我想为了自己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家人 为了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我 我都要站出来然后为大家而战 然后为我自己而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